20国领导人峰会上上个星期六落下了威幕 美中两国领导人星期六在布宜诺斯艾丽丝举行的工作晚宴上 就贸易等问题达成了共识 两国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冲突暂告一个段落 那么详细情况 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 莫宇 林森 是 美国方面是如何来评价星期六的特席会的 是 那么特朗普总统他星期一是在推特上说 他星期六和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在阿根廷的会面是非彼寻常的 那他说两国关系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他还说非常好的事情将会发生 那么他说美国在以巨大的力量在打交道 而如果与中国的协议达成的话 中国也会大大受益 那特朗普与习近平上周六在G20峰会后 举行工作晚宴 他们是在这个晚宴上就贸易等问题达成了共识 那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 美方同意在明年的1月1日 不把对中国产品10%的关税提高到25% 那中方呢是同意购买大量的美国产品 包括立即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那与此同时美中双方同意就强制技术转让 支持产权保护网络入侵等问题 这些美中经贸关系中的结构性问题展开为期90天的谈判 那如果届时谈判未能达成呢 美方会把关税提高到15% 那特朗普星期一还在推特上特别提到说 美国的农民将是美中贸易协议中非常大 非常快速受益的群体 那他还在推特上说 他和习近平有非常好的私交 他说他和习近平是唯一能为两个大国 在贸易等诸多议题上带来巨大和积极改变的两个人 那么根据白宫的声明呢 除了贸易问题 两国领导人还在分泰尼 朝鲜问题以及高通知恩普收购案上达成了共识 那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今天也是向记者谈到了特席会的成果 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和习主席已经建立了非常重要的关系 我认为作为两个最大的经济体 两国都理解各自所承担的责任 我还要指出的是 当天晚餐双方讨论的很大一部分显然是经济问题 分泰尼问题非常非常重要 习主席承诺他们将修改相关的主要法规和条例 特别是因为特朗普总统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分泰尼问题已经夺取了许多美人的生命 还有一个关于朝鲜问题的具体讨论 他们承诺将与我们合作 以确保朝鲜半岛无核化 蓬佩奥国务卿做得非常好 在会上得到了中方真正的承诺 我们还将与中国讨论并解决许多其他问题 包括网络问题 在各方面都有切实的承诺 我们需要在写中写下要达成的具体结果 那姆努钦表示双方还谈到人民币汇率的问题 他说中方作出承诺 不会再继续秉持人民币 林森 茂宇那么星期六的特席会之后 可以说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 不断升级的贸易战暂时是停火了 那么两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前景 关于这一点美国政府的官员有什么样的表态 是的 那美中贸易战是暂时休战了 那这个也近来受到美中贸易冲突影响的全球股市 都是起到了提振的作用 星期一全球股市大涨 那对于美中达成协议的这个前景 那我们前面提到说特朗普总统 他在推特中表示 将会有非常好的事情发生 那么由此推断的话 他可能是对美中达成协议的这个前景是表示乐观 那姆鲁钦呢 他也是对此持乐观态度 那他在对接受美国一个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呢 美中两国在谈判桌上做出了另外1.2万亿美元的承诺 但是有关细节呢 需要双方进行磋商 其中不仅是购买美国货 还事关向美国公司开放市场 保护美国技术这些问题 那姆鲁钦说 两国领导人对于在这90天需要做些什么 都做出非常重要的承诺 并且对双方的团队呢 是做出指示 以便以期那个双方的共识 能够变成一个真正的协议 那这些这些行动呢 包括特定的行动项目 可交付的成果 以及时间框架 那他说这是中国首次就结构问题和非结构问题 拿出来的一个很长具体的回应 但是姆鲁钦也指出 中国必须要做出实实在在的进展 特朗普政府呢 是不会忍受中国的拖延的 那么对于同中国为期90天的这个谈判 白宫经济顾问纳瓦罗说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具体负责 林森 莫语 那么特席会无疑啊 是这次这个G20峰会的一个焦点了 那么大家都关注的是这个 美中暂时这样的握手言和 那么我们来说一说 就是G20峰会有哪些成果 是的 那G20峰会呢 在结束之后是发表了共同的宣言 宣言是呼吁改革世贸组织改善其运作 那宣言说 G20成员国将于明年在日本举行的峰会上 审议世贸组织取得的进展 但是也有分析人士是认为 宣言在贸易问题上采用了最弱的措辞 那路透社是报道说 为了在峰会上弥合分歧达成协议 有这么一个宣言 而不是像上个月的APAC峰会那样 没有发表共同宣言 各国代表们是不得不满足美中两国的一些要求 放弃一些敏感的字眼 比如说美国比较敏感这个保护主义这个词 以及中国是坚决反对将公平贸易行为 这个短语列入这个宣言 那G20峰会在最终的这个宣言中 是这样表述的 它是说 二十国承认多边贸易体系做出的贡献 但是体系目前没有达到其目标 有改善的空间 我们因此支持对WTO进行必要的改革 以改善其运作 虽然是没有具体的提到改革的这个细节 那么在另一方面 在比较受到外界关注这个气候问题上 成员国并没有达成共识 那美国是再次重申退出巴黎气候协议 而其他成员国则是表示 他们会充分落实协议 林森 好 感谢记者墨宇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